走进店里头琳琅满目泡面映住眼帘 高丽菜 豆芽菜 各式小菜 任你夹加入泡面中增添口感 来自韩国的无人泡面店近期也在台湾爆红 不过却有部分民众认为有食安隐忧 现在流行好像很多没有人管的店或什么 我不以为还是要人管比较好 餐店美味吸引陶客 不过却有网友认为店家店部没有店员 加上蔬菜区以及碗块区 通通都是闲置在外面 因此网友就害怕有食安隐律 民众点出引诱没有店员如何处理现场状况 加上无人商店里头的开放自住坝 任何人都能打开食物的盖子 真是担心会有人在里面吐口水 不过对此业者这样说 业者强调虽然主打无人商店 但事实上里头会有一名店员负责雇店 加上每一小时就会有人来巡视环境卫生 业者看准泡面商机大全台各地纷纷引进韩国自住泡面店 不过眼看近期实案风暴时势延烧 如何让民众吃得安心成了讨论焦点 东西新闻黄车锦林英州在台北报道